我是Keith 陈君凯 我的一名是Keith Ballantyne 主要是在表演这些口琴 还有 saxophone 笛子 主要是这些吹奏的乐器的表演 现在做桑演都是用半音节口琴 因为它是最容易 可以吹所有的流行歌也好 或者是老歌 或者是一些比较classical的歌 它都可以演绎 我大多数都会拿这个 可是有时候我拿出去的时候 尤其是比较年长 他会想说 我没有看过你这种口琴 这么有按键了 然后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 口琴是没有按键 就是这个 符音口琴 最普遍也算是最经济的一种口琴 为什么叫符音呢 是因为它每次吹出来的时候 都有双重的声音 重复的声音 就是 其实它是两个 比如说Do 它有两个Do一起 上面一个Do 下面一个Do 然后它的音差 可能几Hz这样子 所以它一吹出来 它就会有一个chorus effect 我们叫 所以其实我不需要做任何的技巧 去控制这个口琴 它就直接有那个抖音 那个震动的声音了 Wish 反正之前这个口琴是没有了 这是它的差别 现在很多时候在教课的时候 都会让学生先开始是这个符音口琴 吹下去就有声音 随便吹都有声音 你大力吹小力吹 口水多没有口水 嘴巴太湿嘴巴太干 都有声音 第二个我们会 推荐学生继续学下去的 就是可以跑向专业的时候 就是这个翻译阶 因为你嘴巴太湿 它会有一些VAR会黏住 你就变成说发音比较难 嘴巴太干 声音发出来的时候 很像比较怪怪一点点 所以你又要不干不湿 因为它就只有一个孔嘛 你的嘴巴要够小 你又不要同时间吹到两个孔 所以它就可能 比较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在学会更好 跟其他口琴的时候不一样 它就是有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呢 其实就好像我们 钢琴 你会有白键跟黑键 所以没有按键的时候 就全部白键 Dore mi fa so la ti do 按键的时候呢 就是基本上全部那个 黑键的声音 然后按键就声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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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就是按键跟分开来 去配合呢 就是可以玩出很多不同的 调子的声音咯 就是 跟住我们的这个口琴的教学C syllabus 它其实不是一次过让你学 每一个小细节的东西 它都是会一开始 比如说先学C major 然后之后呢 再学一个按键 就是G major 或者是F major 比如说这样子 基本上初学者都会先从这个调 然后会学G major 就有一个按键 然后过后再学A major 比如说三个按键 所以 所以 其实每学一个调子的时候 你都要重新去背 哦 这一个 major 是 第七力营要按一个按键 然后这个 major 是第三 第七 第四 你就要慢慢的去熟悉 然后当然 针对那个调的歌曲 练多了之后 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在你的前意识里面 以前我所受过的训练呢 是我们会以背谱为目标 所以很多歌曲呢 我们都尽量用背的 其实那个improvise的技巧 难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用背的方式来去训练 背背下背背下 你就从这个背的技巧里面 变成一个improvise的技巧 比如说你给我学一首新歌 哪一首流行歌 哪一个调 你马上给我知道呢 我马上就可以吹出来 也是因为 很多东西其实 我们的前意识 直接去把它的那个按键 已经知道 到这里就是按了 到这里就是不用按了 他已经习惯了 最常看到在口琴合奏里面呢 就是除了低音口琴 和弦口琴打节奏 跟打一个稳定派以外呢 就是半音阶口琴 和弦口琴它主要是会用来打节奏的 比如说 像这个呢 它其实就是扮演着 的部分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节奏 比如说 跟着不同的打法 来去把这个节奏的部分 比如说像drum的部分 吉他chord的部分 来用这个和弦口琴 主要构造其实是 它是chord 就是有C chord G chord F chord 每一个chord都有 一个octave里面有12个音 然后这12个chord 都包含在这边里面 也有包括major chord minor chord 等等 合奏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一个口琴 它扮演一个角色 那个低音口琴 它就很像一个bass drum 它一直打中影 然后这个和弦口琴呢 就一直打第二个 就是chak chak 所以其实很少机会 会有这个核心口琴 自己独奏的 也包括低音口琴 也很少独奏的 通常都是这两把口琴 会互相配合的 这个也算是全世界最大 以及最重的口琴 它大概有两个kilo多 所以其实 如果没有时常练习 的确拿一下 就会手累了 所以 它就是会有 所以就会 两把口琴就需要一起去配合 这样子来去玩节奏的部分 其他口琴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它少了一个我们叫Waff 它就是有一个白色的plastic 它是盖住那个黄片的 所以那个plastic 它就来让这些黄片的声音 可以发音的时候 做得比较平均 而这个口琴就是因为没有那个Waff 所以其实它吹出来的声音是很不平均的 也因为这个不平均 可以让它演绎 不同的这种音节出来 很多学生都是因为吹了过后 很难 不想继续学下去 或者吹吹下好像一直都 学不到自己要学的东西 就放弃了 任何一个猜疑 最重要是你玩得开心 你玩得开心 你就有那个motivation 练得更好 可是如果你是为了吹而吹 为了练而练 很多时候它的那个进步 一定会到一个极限 它就不会再继续进步了 控制口水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的训练 一定会不小心就是口水太多 然后你就一直要收口水收口水 你收的时候口水就太干 可是口勤不可以太干 多多少少嘴唇一定要湿 你才比较容易滑 如果嘴唇太干的话 你就会 我们练了这样久 十多年了 也是有时候嘴巴会受伤的 真的是太干的时候 你就大力一点照样吹 表演完了 或者是练习完了 可能旁边的人都没有看到有问题 可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这边流血了 最高峰的时候呢 我们一天是可以练十多个小时的 而且是天天练 所以真的是除了是一些口水印以外 应该一些血印也是有在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吹奏的乐器比较有感情 它都是用气 所以你可以利用气的大小 或者是平衡一点 或者是稍微的有波动一点 你都可以演奏出不同情感的旋律出来 只有吹奏乐器才可以做到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吹奏乐器的原因 我们下期见